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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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少数剑宗归隐 大部分的剑宗弟子都横见自尽了 因此华山派会弃宗所掌管 弟子们除了被弃宗转化的剑宗的武学外 不允许再学其他的剑宗武学 但他们的优劣对比 其实岳不秦就曾经说过 所谓剑宗就是认为应该以剑法为主 所谓弃宗就是认为应该以内力为主 岳不秦曾说过一段话 陈述过剑宗和弃宗的优劣 大家都练十年定是剑宗占上风 各练二十年那是各善甚长难分上下 要等到二十年之后练弃弃宗的功夫才渐渐越来越强 到得三十年时练剑宗功夫的便再也不能忘弃宗之向背了 按他的意思 大家都练十年剑宗厉害 练三十年气宗上风 得于说剑宗是初中生里制霸 气宗是中老年里无敌手 话虽如此 但事实却好像也未必 岳不群自己就是中年人 练了也差不多三十年 却未见得如何高明 反而遇到顶级好手就拉垮 先是被桃谷六仙吓得不敢守家 后来在要王庙里中了埋伏 全派被一群无名蒙面人团面 所以三十年无敌之说 只是一面之词 不能全信 先来分析一下双方的顶级战礼 许多笑江湖的读者认为剑宗更强 甚至言必称剑宗第一 因为剑宗有风轻扬 有了这么个标杆 想当然就觉得剑宗强 但气宗也有顶级高手 此人并未正式出场 却不能小觑 就是岳不群的师父 当年双方与女封大比剑 正是这位老爷子立错剑宗群雄 原文描述道 当年与女封上大比剑 剑宗的高手剑气千换 剑招万变 但你师祖以拙圣巧 以静制动 敬拜剑宗的十余位高手 奠定本门正宗武学 千载不拔的根基 这位师祖能够一己之力 敬拜十余位剑宗高手 无功之强可想而知 用今天的话说 剑宗并不是没有顶级流量担当 或许有人会说那场比剑是弃宗用诈 赢得不攻 问题是证据呢 用诈的具体情节呢 一条也没有 连自宴宗的人自己也一直对此含糊其词 语焉不详 他们后来和岳不群当面对峙过很多次 假如有什么耍诈的情节 早就当面说出来了 何以又不说 唯一可以确认弃宗使过的诈 就是冲曲道长后来揭开的调虎离山之计 弃宗用美人计把风轻阳系绊在江南 使他没能及时赶上比剑 而关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了 风轻阳若来和岳不群的师父谁更厉害 怕还是风轻阳厉害 比武结果极有可能会改写 可最最重要的问题是 风轻阳厉害 能证明华山剑宗厉害的吗 风轻阳用的可是孤独九剑 和华山剑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举个极端例子 郭靖厉害 能说明他的老师江南七怪武功高明吗 所以在顶级高手这个层面非常难以比较 抛开风轻阳这笔糊涂账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俩家的中间实力 在岳不群的时代 气宗代表有两人 就是岳不群宁中泽夫妻俩 剑宗代表有三人 叫做风不平 从铺器和陈不忧 这五个人相互之间动过手 倒还真能有凭有据地比上一笔 首先 岳不群高过陈不忧 气宗胜出 后者曾当众挑衅岳不群 在他身上表演了一出快剑扎衣服的绝技 四线在岳不群衣服上刺出了八个窟窿 岳不群却很有高手风范 动也不动 呆若目击 金庸说双方高下一分 发呆的岳不群内功定力都显得技高一筹 赛场的松山派高手陆白 风不平等也持这样的看法 可想而知 他岳不群虽未出手 但与出手致胜已输无二致 第二场 从不弃对宁中泽 宁中泽惜败 但注意宁中泽先有伤在身 腿伤不变 否则他会获胜 书上说岳夫人若双腿完好 城市追击 敌人必难幸免 以上两亿 剑宗并未强过气宗 甚至实力还稍弱 最后是双方最高水平代表 风不平和岳不群 谁厉害 不知道 因为没比过 姑且可以认为 谁都没有绝对优势 各善甚长 因此结论就是差不多 这也很好理解 假如双方差距很大 能互相掐三十年吗 还有非常有趣的一点 就是在理论上 剑宗气宗忽然是水火不容 双方各执一词 绝不想让 都摆出真理在窝的样子 可一到了打架的时候 却互相偷师 各自串台 令狐冲名义上是气宗 和剑宗的师叔 风不平比剑 结果打成一场闹剧 风不平自敢剑法不如 就用内功去欺负年轻的大侄子 旁边的围观群众看不下去了 说了一句名言 气宗的徒儿剑法高 剑宗的师叔内力强 这到底怎么搞的 华山派的气宗剑宗 这可不是颠倒来玩了吗 可见真到了战场上 还是什么好用用什么 王霸权也行 再看令狐冲 后来内力全失 改换门庭 成了剑宗的代表了 一手孤独九剑 所向披靡 剑谁扎谁 但问题是 真的可以披靡吗 他和任我行比剑 两人打到一半 任我行突然一声长啸 把令狐冲给震晕了过去 谁让你没内力呢 没内力 再好的剑术也出不来 人家只要不想玩 一声长啸 就送你盒饭了 非要总结一下的话 那就是什么剑宗气宗 在高手们那里 根本不是障碍 完全不冲突的 任我行剑法好 照样练细心大法细内力 走冷禅是剑法高手 照样偷偷练寒冰蒸气 随时准备阴人 偏割最严重的令狐冲 似乎只会剑术 没有内力 可后来还不时也补强了 练了细心大法 一青金 所以大部分人都感觉说 这个没什么需要辩论的理由 直接剑法和内功一起修 不要有所偏颇 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这种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成年人当然是我都要的心理 看似很对 但是也存在不小的问题 毕竟并非说所有的人都是天才 更多的弟子所限于天赋 如果说两条路一起选择的话 更多的时候 可能都是平平无奇 泯然众人了 所以说需要选择一条路 重点修行 另一条路俯修 才能够在一条路上走上高峰 剑宗和气宗 本来没有对错之分 甚至说两条路兼修 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道路 要看弟子的天赋在哪 看外在有没有给弟子成长的时间 弟子们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境 因才失教 因底之宜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其实我们看书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只有非典籍层次的剑客 才会执着于剑宗气宗优劣论 如月不群 风不平 非争个你死我活不活 正到了风轻昂令狐冲的层次 反而从来不争什么剑气优劣 你要再问他剑宗气宗哪加强 他会用天龙八部中的一句话回答你 执法无忧烈 功力有高下 管他剑宗气宗 能打赢就是好宗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